兩岸越緊張 軍工股就漲越兇 但是隱藏的利空是什麼呢 那恐怕開放觀光是沒忙 好 我們看一下 今天突發的消息 我們先看一下 共軍展開了一個演習兩天 那針對本島的一個環島 然後這一次比較特別 就是離島 金門 馬屬 烏丘都開始演習 那他演習的名稱 叫聯合利監2024A ABCA 有A就可能會有B 有B就會有C 大家是這樣想的嘛 那個兩個意思 學者專家分析這個A 第一個就是阿關你講的 聯繫劇 可能還有下一 ABCDE 另外一個他演習的科目 也許下一次的科目的話 是兩期的登陸 海空的封鎖 這個科目的不同 那臺北股市 其實灰打財報本來漲了差不多快100點 但也因為這個跌了70點 所以從漲到跌 有高達171點 好 我們觀眾 大家想說不用怕 這個應該只是一個情況 我們先看下一張 但是假如影響到下一個議題 就經濟 今天日經有一個報導 他說特斯拉 因為因應台海的風營 特斯拉要求供應商在兩岸以外生產零件 你假如這樣 地緣政治風險 你今年給你一直在演習 聯繫劑 像特斯拉這種的消息就出來 所以他們就說 可能會有一個OOT 什麼叫OOT Out of Taiwan 把訂單生產移出台灣 OOT 那這個就會影響我們的經濟 所以有時候就是這樣子 老外看我們都好危險 我們自己都覺得還好 對啊 但是我來先看一下 我們知道今天大陸的股市三大板塊 多不好 都跌一% 就是上海 深圳 創業版 創業版 這多差跌 大陸股市今天有一個股票最兇悍 軍工股 也是軍工 你來看一下 像天海皇屋 這個漲了十幾% 它這個創業版的漲停板是20% 但是心理國科最後是漲停板 20%鎖住 那這個長城軍工的話 一大早就10% 這個是安徽國支委的旗下的 就是在武器彈藥的現代化 所以兩岸都講軍工 對 那他們的解讀 大陸的解讀是說 他們軍工透露一個消息 說今年2024年 那個訂單很多 所以有人解讀 是不是解放軍在備戰 備戰 所以你要把武器現代化產量提高 提高 然後數位的升級 就是說以後的武器的話 都是用數位來控制 所以你看今天大陸是掌軍工 但是會不會演習結束 這些個股就小轟呢 我們來看上一次的經驗 蔡總統在去年三月底 跑到中南美的瓜地馬拉 然後過進美國跟當時的眾議院長麥卡錫就會面 所以回來了以後4月8號呢 哇 中共也舉行三天的環台軍演 環台軍演 環台軍演就大約有70架的飛機 10艘的艦艇 圍著台灣這樣跨過那個縱線 這樣給演習 我們鎖定了財經面 這個是在去年的4月 4月8號開始經驗三天 你說三天了以後 股市是跌下來 所以4月份大盤是跌288點 跌幅1.8% 那一次跟軍演有關 跌到差不多15000多點 那一次是有影響 就那一個月 所以現在接下來大家擔心6月 6月是不是台股可能會進入整理 但是大盤這樣的時候 越整理金工股反而上 越強 在那一個月當中大盤跌 但你看寶一 軍工大長 雅航 合成 哇 都50幾% 這個都越K嘛 大家看一下 漢翔 金剛 雷虎 漲虎 大約有三成 那這一次我們可以做多軍工嗎 我告訴大家 要兩個 看兩個東西 一個就是說 大盤越是整理 當然不能暴跌 就算他上不去了 小碟在那邊盤的時候 做軍工股 業會長 台股有兩種股票 跟大盤是反向的 升級跟軍工 第二個這個個股 成交量要 有出量 那今天有 今年做軍工規格電腦的 今年是漲停鎖住 這個大家比較不清楚 那雷虎有漲停 但打開 雅航也不錯 合成 合成 他是做那個陶瓷的 黃蛋陶瓷 其實那一點點而已 但是他有一個優點 就20塊 所以他很容易 便宜 那我們看到第二個指標 最重要應該是2634的漢翔 還是要看漢翔 對 因為漢翔是政府去投資的 經濟部持有他 30%股錢 我們看到K線 其實你要操作軍工股的話 有機會 這一次是有機會 但是大盤要整理 再過來他量要放大 其實他今天雖然說 漲得沒有特別多 但今天成交四萬多張 比昨天的量增加一倍 所以有一些錢可能已經進來